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 今天我们为什么宝宝树站在这个舞台上 想分享一个互联网公司想进入幼教育领域的梦想 说到头 其实不是因为利益驱动 不是因为其他的任何的方方面面的驱动 是因为我们的理想的驱动 宝宝树不是一家快公司 宝宝树到今年已经整整有十年的历史了 在这十年的历史里 我们只有且只有这一个使命 这个使命就是在我们这家网站 这个平台上线的第一天那个时候 我们就给自己说 我们是一个不拘泥互联网 但是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母婴社区 我们希望在这个社区上通过连缀所有的广大的家长 和有任何的可以帮助家长的智慧 以及资源 通过交流 通过爱的基础上的分享和记录 来培养下一代中国的年轻人 这个我记得2007年3月8号 是我们上线的那一天 然后在那一天之前 其实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中间 差不多有两三个月的时间 只要有一点喘息的时间 我们就会自己问自己 我们希望宝宝树上线成立 走了三年 五年 十年之后 这是一家怎样的企业呢 宝宝树是什么样一家公司 我们希望看到一些什么样的愿景的实现 我跟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们说 我希望有百分之大好几十的比例的 中国年轻父母 都能使用宝宝树 信任宝宝树 热爱宝宝树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 从工具走向社区 从社区融合了商业 那么也许有一天 我们真的能在中国教育下一代 这一份有意义的工作中 起到自己的一部分的作用 达成自己一部分的使命 那这个使命 我们最后落款在 培养健康 友爱 智慧 勇敢地下一代 然后如果宝宝树真的能起到 刚才我们梦想的作用 我们可以真的称之为它是宝树一代 甚至是baby tree generation 十年 没想到 我们会一路这么走下来 其实对于创始人来讲 这件事情 哗就过去了 我在自己这一辈子的从事的职业里 宝宝树是我坚持最久的 现在看起来还望不到头 坦率下 我的上一个工作 我估计做了四到五年 已经是一个职场经理员 做的比较长的一份工作了 如果你问我 这十年里宝宝树 这家互联网的 慢公司 这家公司做到了什么呢 我想这三件事情 是我们有一点点 自豪地可以分享的 第一是 今天宝宝树是中国年轻家庭 互联网最大的入口 大约每个月 有两亿中国的年轻父母 来到这个平台 使用我们的各种各样的 内容也好 数据也好 工具也好 等等等等 第二件事情 其实我比这个规模更加自豪的 是如果你提及宝宝树这三个字 提到这个网站的三个名字 我想用过的成千上万上亿的用户 会说 这是一个温馨的品牌 这是一个很被我们信赖的品牌 就坦率讲 在今天互联网的工具 一般来讲是不但品牌特色 工具就是工具 交易就是交易 好用 顶多了 我觉得是别人形容一个平台的形容词 但如果你打开这个话匣子 说宝宝树在我们的用户里 在这每个月经历的两亿的用户里 它代表了什么 我想它会说 温馨 可信 温暖 这些东西 我们其实超过两亿这个数字 更加更加在意 最后是十年的累积啊 累积起来大量的鲜活的 对于中国年轻家庭 从小孩到大人到上面的第三代的数据的整体的描绘 所以今天我用了这几分钟的时间 首先讲讲一讲 我们十年做成的平台上的广大的用户 今天有着强烈的教育的需求 而为了实现宝宝树十年前就已经确定的从来没有变化过的使命 我想我们也有这种责任进入这个我们其实觉得非常陌生的领域 但十年前宝宝树是无知而无畏的 今天坦率地讲 我们略有知 但仍然无畏 所以让我来分享分享在这个旅途中 我们看到的中国的早教的未来 在宝宝树的参与之下 是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2017年11月份 我想可能在历史上看 发生了两件事情 如果透过历史的尘埃最后落定以后 回头来看今年的11月份 两件事情发生 整整十天之前 十九大闭幕了 整整四五天之前 出现了一件幼儿园的事件 我想前一个事件规划了我们今天 所从事的事业的大的方向 后一件事情 给我们这些业界的人 其实在心理上 在责任上 放上一个重重的期待 和一副沉沉的担子 我其实不是一个 特别对政治敏感人 我不是非常关心 这个政治的风向 我觉得我们是老老实实在 坚持着我们自己十年的梦想 但是十天以前 当我听到 十九大最后总结报告的一句话 我其实是深深地被感动了一下 这个习近平主席 在十九大的报告里说 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使命 也就是价值观 核心使命等等愿景 是引领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 这句话坦率来讲 我听到的时候 还是非常感动的 我觉得这是真的 说到我个人的心里去 然后他说 我们为了实现这个核心使命 今天社会上的主要矛盾 是中国人民在不断追求 美好生活的需要 和各种各样不平衡 各种各样发展的不充分 之间的矛盾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也非常对 我们以前听过 供给策改革等等等等 我觉得说的都偏学术 都偏老百姓不理解 我记得今天这两句话 说到我们这个公司 所有的同仁的心里去了 那么让我们看看 中国人民的幸福 表达在中国社会最基层的 中国家庭这个方面 是有什么样方方面面的表达 又有所欲 学有所教 病有所依 老有所得 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 若有所福 这七大方面 和宝宝树的人群 和我们的使命 关系最密切的 是又有所欲 又有所养 以及 病有所依 今天我想稍微打开一下 讲讲我们的左侧 又有所欲这个话题 讲讲在这个话题之下 其实供需的不平衡 存在在多严重的程度上 这组数字我解释一下 如果你问宝宝树上 今天已经抵达了 用户群90%的 中国妈妈们 问100个妈妈 她们会说 80个以上到90个会说 我一定希望我的宝宝 能有机会 受到良好的早期教育 80%是一个线 往上浮动到90% 实际情况只有15%的家庭 真正地把孩子 送到了某个早教机构 然后你说 那这个65%甚至更多的差 是怎么造成的 然后妈妈会告诉你 如果你在一线城市 在一线城市 今天早教的体验是 为了上45分钟不到的这一堂课 一个家庭通常需要使用 半天到一天的时间 把孩子带到一个shopping中心 然后上课 吃饭一到两个小时 回家又是一到两个小时 整个大战天去了 为了40分钟 45分钟的一节课 如果你正好居住在 三四五线城市 你会发觉在那个地方 中国早教的资源 是非常非常匮乏的 所以讲到处理好需求 和供给之间的矛盾 在这儿的65个percent 65的比例 通通是因为供给制下 通通是因为 我们今天的supply和demand 它不能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那么那个侥幸去上了课的 15%的妈妈们 对他们进行的早教 受到的早教 满意还是不满意呢 60%的人跟他说 我不满意 60%的不满意的原因是什么呢 妈妈会跟你讲 我既没看到自己的小孩 欢乐地玩过 也没看到自己的小孩 真正地收获了什么 所以这组数据 其实挺惊心动魄的 这组数据我觉得 如果你回溯到 今天十九大的方向上 我可以说 今天中国最大的供需不平衡 一定教育算一个 一定医疗算一个 有幸宝宝数牢牢地 踩在这两个巨大的不平衡上 我们把它看成 既是挑战 又是机会 更是使命 多年以前 十年以前 我说在我们上市的前夜 我们既想象了一下 十年后 可能是什么样的场景 那么今天 十年以后的宝宝数 允许我也以同样的思路 用一种局外人 你学习的心态 但是无畏的心态 想一想 三年 五年 十年之后 宝宝数参与的早教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的早教 我们的心中 中国的 PK的孩子们 应该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 第一 在我们的理想中 宝宝数的早教 一定是 心罗密布 中国全社会 以小区为基准 的全民的早教 就坦率讲 我个人不大相信 我不大相信教育 是属于有钱人的 我不大相信教育 是十万 二十万 三十万人 可以付得起 每个月的教育 我觉得如果教育 是这样一种教育 我们索性不要叫 做教育为好 所以教育一定是普世的 教育一定是身边的 既然刚才我说 百分之十五的家庭 去到早教 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家庭 其实愿意走到早教 既然那个gap造成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资源分布的 极为不合理 那我希望 我们明天中国的早教 是分布在家边上 用我自己的话说 是像星巴克那样 在你的生活半径里的早教 我希望我们的早教 是以快乐和玩 为最强音 为唯一使命的早教 办了十年的宝宝树 有一点我想分享 就是你问 这些成长以后 成人之后 那些比较幸福 被社会公认为成功的人 他们的早教是怎么度过的 而这个成功的定义 无论是世俗的定义 还是自己 对自己生存环境 生态满意的定义 其实发觉到了最后 无论中外 都有一条分享 就是这些成功的人士 在童年的时候 用一句诗信的语言 他都没有把自己 埋在各种各样的考试 和各种各样的课外班里 他在中国的山间和田野里 奔跑 这句话说起来 其实有一点比拟的作用 其实也有点真实的作用 因为当这帮80后 70后 甚至60后成长的时候 我们中国 大概是没有早教中心的 中国最早的早教中心 应该是199293年开始的 所以他们真的是 在中国的山野和田间奔跑 而在那儿他学到了什么呢 他拓展了事业 他增强了身心的健康 他极大的拓展 对这个世界的兴趣 而在那些兴趣里 在自信的build up里 他们找到了自己人生 想做什么 我想如果说 中国因为教育资源 非常的贫困 总有一天孩子们应该通过考试 来晋级的话 谢天谢地 有一个年龄叫做pre-pay 或者说六岁七岁上小学之前 我们应该大胆地 解放这些孩子们 让他们在中国的山野 田间和我们户内的play center 以玩为唯一的目标 在这个中间养成好的习惯 其实早教经常讲的是教孩子 无论是教还是玩 我们宝宝树的用户群 虽然是年轻的家庭 大部分的用户其实是家长 绝大部分的用户是妈妈 早教如果不能触及家长的灵魂 特别是触及妈妈的灵魂 早教哪里能称为早教 有的时候我自己说 人生在世 自己来到世间 自己没有一本教科书 告诉你怎么样 身体上自己呵护 也没有一本教科书 给爸爸妈妈说 孩子们应该怎样养育 而我们买任何的东西 包括买几百块钱的东西 我发觉都带来说明书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宝宝树的早教 真正地给爸爸 特别是妈妈们 带来自信和自尊 在孕期 在新生儿的阶段 大部分的互联网上 特别是宝宝树 这个平台上讨论 你会发觉 有着强烈的悲哀的气氛 就妈妈因为在怀孕中间的 无知无助 带来的恐慌 带来的焦虑 带来的对于家人 对他们工作的不了解 幸福不欣赏 这些东西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压力 今天二胎政策 有一个巨大的问题随之产生 那就是二胎的妈妈年龄 其实比以前大很多 一直到四十岁去了 或者四十多岁 他们的心理的压力 他们的这种抑郁症 我们其实在这些政策之下 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呼应 或很好的解决 我希望宝宝树的早教 是极大的解决了 或者说利用了 二十五岁到四十岁 中国妈妈所堆积起来的 巨大的教育能量 教育资源和创业的好情 我希望他们的参与 这些妈妈合伙人的参与 可以解放生产力 可以使妈妈自己 在身心上都更加变得自足 自信 提高自尊 讲到老师 我想三四天前 四五天前 幼儿园的事件 没有一个极大程度的 对老师的关怀 对老师的信任 对老师的福祉的巨大的提升 对老师在师道中间的尊严的 巨大的呵护 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要梦想 这个社会突然 在我们自己这么不努力 有一个文章说 在我们自己用地狗油炒的菜 给我们的用户 在我们等等的情况下 有三千块钱 四千块钱 五千块钱 一个月工资的人 在北京市朝阳区 坦率讲 离这个地方不远的地方 可以全力地呵护着我们下一代 这逻辑是不通的 这个事情 所以我想优秀的早教 一定是在生意模式上 战略模式上 挑战了今天的格局 让老师有尊严 尊严的一个巨大的侧面 一定是培训 尊严的另一个落实的地方 一定是薪水 怎么才能做到呢 一定我想 它随着要打破我们今天 一些几百年来 几十年来约定俗成的一些东西 好比说一家早教中心 它是否只是一家早教中心 它是否是一个连接邻里的 新的社交平台 一个像宝宝树一样 但是偏重线下的社交平台 它是否同时 是一个新的零售中心 如果它是或者可能是 那么新的商业模式就孕育其中 如果它孕育其中 其实我们收入的方式 我们战略的组合权 就打得会跟以往不太一样 我会加快速度 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 互联网技术 是宝宝树的核心DNA 我想未来的早教 一定是融入了技术 巨大成分的早教 且不说选址 选址其实是一个 非常艰难的事情 这个地产商在改组 在重新地规划自己的战略 但同时你看到 好的店面 一瞬间就走了 但是我们选址 是否可以用宝宝树用户 累积下来的热图 叠加出来的 在每一个社区边上的人群 来为未来的若干年选址呢 答案of course是yes 我们是否在尊重老师 给老师提供巨大的帮助的前提下 同时使用技术 24小时无死角 用人工智能的各种各样的方法 人脸识别等等等等 来帮助家长们更放心地 把孩子放在任何一个幼稚园呢 我想也是的 最后人生留下了很多的曲线 很多的数据 我们不光是要采集 采集爸爸妈妈在宝宝树上的行为 我们可否把在孕期的各种数据 把在新生儿成长的成长曲线 和新生儿之后从六个月开始 这个健康之外的各种成长数字 连贯地连在一起 然后把这个数字交给六岁以后的小学 小学交给中学 直到有一天 我们其实人生只有两个档案 一个档案是健康档案 一个档案是成长档案 那个我想是我们中国人 有一天在健康方面 在成长方面 统统走通了大树剧度之后 我们自己的梦想 我已经到时了 所以这里面 本来还想讲很多事情 那我讲最后一句话 我就结束吧 宝宝树 我再次说一下 不是一家快公司 我也从来没有追求 这家公司是一家快公司 但是我发觉在创业的路上 诸多的快公司 都一家家地坚持不下来了 因为你发觉在幼小的领域 在我们今天亲子的领域 除了梦想 除了情怀 其他的东西 就剩下坚持 钱等等等等 不关键 你是否坚持你的初心和梦想 你是否能在这个路上 无论别人说什么 我们都走下去 我觉得是关键的 前十年 走得慢 但走得扎实 后十年 我想在 又有所养 又有所教 和病有所医上 真正地 在这个社会的大方向上 我希望这个 有两亿中国母亲的平台 能和大家一起 多多地给这个社会 成为一个更好的社会 更令人尊重的社会 也成为一家更加优秀的公司 我希望成为我们 为二的使命 我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同行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